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紅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曼 今天呢 要來拍的就是 扭蛋收貨 然後 呃 現在我們在高雄的飯店 然後剛才我們去高雄夢時代 轉扭蛋 然後我就轉了幾顆扭蛋 對 這裡 然後這三顆都是Squosh 然後這一顆是 吊飾 好 那我們就一一來介紹吧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吊飾 這是貓咪的吊飾 那我們來看一下蛋子 這幾個 然後我們抽到是這個 對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它有鈴鐺欸 好 那就是這樣 然後它會這樣鈴鈴鈴的 這是它尾巴 可以掛在這個窗戶的旁邊 再來我們來介紹這幾個Squosh的部分 首先是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蛋子 這一顆呢 它是有吐司系列跟 布羅麵包的系列 然後我個人想要這個吐司系列 可是呢沒有轉到 我是轉到這個布羅麵包 紅色的 它後面還有附這個掛繩 然後它是紮實的慢回彈 然後這個 呵呵已經有說要跟我買了 所以就先不多捏了 再來呢是這一個 這是 鯛魚燒 然後它有這些顏色 我抽的是這個抹茶口味的 它也會慢回彈 它有掛繩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馬卡龍 然後它一樣有蛋子 它有這六個顏色 然後 我其實原本轉到的是這個 黃色的 但是 就是 我跟我妹妹換 就是紫色的 然後它也有掛繩 它也會慢回彈 再來是這三顆 那這三顆是 我妹妹草莓牛的 那它的頻道是草莓 那它的影片連結 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喔 那它也是轉這幾顆 它都是SQUOOSHE 那這一顆就是我跟它換的 它是紐紫色 我是紐黃色 然後我跟它換 然後蛋子就一樣 它也會慢回彈 再來是這個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 貓咪手掌 它也有這 這麼多款式 它抽到的是這個 橘色的 這很軟 也蠻慢回彈的 最後一顆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系列的 然後它抽到我很喜歡的吐司 它抽到的是 原味的牛乳吐司 它後面一樣有這個掛繩 它這裡有一點點髒髒的 它是那種紮實的慢回彈 它就是偏紮實的慢回彈 好那這些就是我去 高雄夢時代轉的軟軟 然後有一顆是吊飾 那今天影片就先拍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幫我按讚 如果想持續追蹤的話 記得要去下面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